不管是延寬或高宏安的一審判刑确定之后 有人说 哇 怎么会判那么重 太离谱了吧 11万怎么判到7年4个月 观众朋友 贪污就是7年起跳 基本款就是7年起跳好不好 不是11万的问题 是只要拿一毛钱都是7年起跳 高宏安就是再加4个月而已 所以这算重判吗 其实真的不算重 我必须说 因为基本就是7年 加4个月其实也还好 真的算是一个基础 而且高宏安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现在讲好多都推给什么助理 包含甚至连柯文哲都用这样的说词在推脱 我喜欢历史 所以我最近这几天一直想到一个人 一个古人说过一句话 他说 正非亡国之君 但你们这些臣子都是亡国之臣 那个人叫崇祯 最后上吊了 什么事都是别人做错 这是莫名其妙的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不是 我觉得高宏安就说 小兔教我的啊 他叫我要低心高报的啊 低心能不能高报 什么都推给小兔 你身为一个匪陶匪 你不知道这不可以做吗 他不只匪陶匪啊 他在台积电 不 对不起 他在鸿海 他在郭台铭那边也都认职过啊 还是说这其实暗示了我们鸿海里面的一些 我觉得郭台铭就是没有在他背上写不能贪污 李正浩都有写不能贪污了 忘记跟郭国 忘记也忘了 结果就贪污了你看 就贪污了 然后又说什么无心之过啦 还是什么不懂 那都匪陶匪了还不懂 小兔说他根本不可能他高宏安这么有钱 对不对 为什么都要贪这些小钱 他们的他的这个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男友啦 这位李中庭就说啦 李伟就是来贪钱 没听过李伟还会了解 还要花自己的钱 那高宏安呢 他就是用 他说我在鸿海薪水高 听说一年有到这个一千万 那当了立委后当然变少 变少后就开始要这些小钱 小兔他的助理去做 博台铭的基金会一个月补他多少钱 那这个补的是补在李中庭身上 那个补在李中庭 然后小兔呢 汇款 汇款这是在处理公务 十块钱 我们高宏安也是要计较的 也是要计较的 其实 高宏安这一次这样子被判 最关键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必须讲 只要涉及 不管是高宏安严款 这都是瞩目案件 法院都非常非常谨慎 法院谨慎到 我觉得他其实都很多 只要有争议的 他几乎都是放掉了 所谓放掉的意思说 他只判什么就好 以高宏安来讲 他被起诉的时候是起诉46万多 可是法院最后只判11万多 为什么 法院方很宽 你今天 如果你不是福报的钱 是 我就不算 你真的有加班费 那我的这个钱就不算你贪污 另外 所以法院对他不错啊 对他不错啊 46变成11耶 而且 民众还在喊冤 什么司法不公 而且如果你今天从这个 用助理费名义拿出来的钱 最后真的花在助理身上 花在公务身上 这个的话不是只有这个案件 台湾历来法院都认为 这样也还不算是贪污 等于说你掏出来的钱 只要没有花掉 都只要不要花在私人身上 是 那你今天就是因为这些钱 都花在自己的双眼皮贴 花在自己的洗头 花在自己身上 所以这些钱就是贪污的款项 所以说小兔他自己觉得说 做一年完之后 觉得不可以 再下去会出事 他在李俊逸那边 并没有觉得说 这样做会出事 为什么来到高雄安家 觉得会出事 果然真的出事了 现在柯文在那边扯李俊逸 又扯李俊逸 所以李俊逸接下来 会不会有问题 不用等到接下来 这个案件爆发之后 检调就调查过了 有调查 没有那么愚蠢 柯文者还在那边装傻 他本来就知道 你就已经说 你是从李俊逸那边学来的 检调不去调查吗 为什么没事 因为人家助理费 如果有这个 比如说公积金或什么制度 因为这个其实最后没有 检调没有起诉 所以我们不知道实际的内容 但是显然如果我们用过往 台湾的这个法院判决的话 这些钱就不会是用在李俊逸 私人身上 如果今天李俊逸把这些钱 用在自己私人身上的话 那李俊逸也会被起诉 也逃不了 也逃不了啊 好 瑞德大哥 你看这个判决 有没有像民众讲的 司法不空 遇到绿的就转弯 民众党的柯文哲主席啊 那么在他的脸书上面怎么写 说高宏安被从众量刑 说法院没有审酌高宏安 并没有前科悟性助理的建议 才踩到法力红线 他是这样写的嘛 什么叫做空口说白话 什么叫做胡说八道 各位 这个就是判决书里面的内容 判决书里面的内容 法官白纸黑字写明了 高宏安审酌他没有前科 也就是法院法官在事实上 在这个判决高宏安的时候 就已经有审酌高宏安 没有前科 所以并没有更重的判决 我为什么说没有更重的判决 跟各位解释一下 为什么高宏安 七年四个月没有更重 因为贪污最轻最轻的本型 就是七年以上 所以他如果可以给他判的话 可以给他判 十年可以判到八年以上 他只给他判七年 多四个月而已 我相信这四个月是怎么回事 都这四个月是因为他 毫无悔意 为什么 这在法律里面 其他的这些 所有的其他的人 全部都有减刑 都有减刑 为什么 有减刑的原因有很多 因为他不是公务人员 然后贪污制裁条例规定 五万块以下 贪污所得五万块以下 这些都可以减刑 其中有几位减了三次刑 所以因为没有缴回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贪污的款项 所以后来又扣回一次 所以减刑两次 但这些人都判两年还是几年 后来都给他们缓刑的机会 缓刑的机会就是 你既要缓刑期间 不敢换其他的罪 那就没事了 为什么高宏安到现在 你没有发现他昨天 在面对司法的时候 他自己录影 还有发表声明 他毫无悔意 他完全没有认为自己做不对 你知道吗 双眼皮贴我的布等一样 问题就在这个条件 请我补回去 如果安安他讲的 还有完全对法律不懂 那个智商号称157的柯文哲 还在那边鬼扯 鬼扯说他没有 他认为个人认为 高宏安没有贪污的 这个等于说动机跟企图 我们台湾的法律是根据你 柯文哲一个人决定的 你认为他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他讲的名言是什么 那么公务人员不会贪污 公务人员不会贪污 他的形容援文科的时候 我问你所有台北市 在柯文哲当市长的时候 贪污的警察 哪个不是公务人员 然后还有他说 理工女不会贪污 对不对 我知道了 民众党的贪污标准 就是比赛谁吃便当吃得快 吃越快越不会贪污 还有 高宏安现在就是把饭吃快一点 就没事了 比赛早上七点半来上班 就不会贪污 是这样吗 我跟你说 过去十年之内 只要 只要诈领助理费 助理咬老板的 没有一个不判刑 他三个咬 他三个咬 而且帐车座的巨细迷 双眼鼻贴 然后呢 什么卸妆棉的补货 然后呢 有的没得落个水 那一块头洗三次 那一块头 我跟你说 那个公积金里面 还是小兔人家 我纸布团团 小兔人家都可以洗 你连用都不能用 我纸布团团团不行喔 你们听王定宇在讲 王定宇说 他们的公积金 叫他每个都拿2000块出来 不准他用 你知道吗 老板本来就应该这样 才叫老板嘛 对不对 还有老板下去说 我拿2000块出来 所以我2000块口大 我肥头肥年薪 千万要在这里 喂喂睡 我来这里喂喂睡 我一根盼这么多 肥头肥有什么 了不起 减苏培他们也肥头肥 他们说 他们报名的 他人家说 去泡牛奶肥头肥 你知道吗 所以高皇安从政的 育心就是有问题 我跟你讲 到昨天还傲慢 他之所以 要判重刑的原因 是因为他傲慢到底 你知道吗 我听说啦 听说 一开始在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高皇安 听说有人这样给他建议 他如果接受的话就OK 所以他今天凌晨12点 就不用停止 为什么 把这个案子用贪污罪 因为你死不认错 他死不认错 说无罪抗辩 意思是说 法官只能选择 有罪无罪 判决而已 尽情如果他选择 选择认罪协商 是什么 他不是说什么 柯文哲说 他是政治素人 没有琴科悟性助理 你就认罪协商 承认你有这样的行为 但是你是悟性 所以不是贪污 你是诈欺货 违照文书 那我诈欺违照文书 判个一两年 然后缓刑 就不会七年起跳了 就过了 而且你跟我说话 而且郭台铭就报他 缓刑就没事情了 对吧 郭台铭一句报他多少 现在你去网络上面看嘛 他还没做 那个博文库立委 时亲自跟我聊天啊 跟我聊天跟我讲说 他损失大了 不想去当部分去立委 为什么不能去立委 一个月才19万 他说他在红海 一年加起来 很多人当报告奖金 快要900多万 快要1000万 牺牲惨重 所以可以解释后来 为什么郭台铭补他嘛 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你对这些助理 这么这么 那个我最不能接受 就是民众党跟柯文哲 他的说法 我告诉你啦 柯文哲的劈头第一段 我告诉你讲 把它改几个字就好了啦 民众党没有给年轻人 足够的保护 让他们遭到严重的伤害 是没有给这些助理 不是给那个 比如说高红安嘛 你那么多的助理 为什么别人助理 不去咬别人 还有他一直鬼扯 柯文哲鬼扯三次说 所以你这个制度 是李敬毅那时候建立的 我请问你啊 李敬毅有把这些什么 攻击金用在自己去洗头 还是自己去冲枪冲枪枪 没有啊 没有用在私人的部分 如果有的话李敬毅 去他去手 去他扮行 我都没意见 是 我差别在这个地方 你还是鬼扯嘛 自己的人 然后呢 因为你是民众党的 这个等于说新竹市长 你就互短到底 岂有此理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